所以叫做猝死日增 打氣驟降 打了疫苗以後 死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去打疫苗的 這樣的氣下降 第一天大家還去搶啊擠啊 老人啊老人 跟他講九點開始打 他六點就去排隊了 去啊然後天氣又熱 今天北北基啊天氣早上 我預報氣象是37度 事實上體感溫度可能到45度 前兩天也都是35 36 南部低一點因為有雨 但是溫度很高 他一去排兩三個鐘頭 然後呢又不敢喝水 因為怕尿尿 怕上廁所 外面廁所可能又不乾淨又不習慣 所以不喝水然後那邊曬太陽 排幾個鐘頭這樣排 我看喔 而且第一批都是85歲以上的 還有89歲每個地方不同 90幾歲的老嫻老太太 去那邊折騰 所以有專家講不是疫苗讓他死了 是打疫苗讓他死了 疫苗本身讓他死 是打疫苗那個過程 當然也不可能全部是打疫苗過程 各種都有了 那這邊說16例其實不止了 到現在說已經30多人接種後猝死了 那當然裡面原因很多年齡啊 還有就是說他們什麼回事啊 他有病死啊 每個都給他列出來說 有的這個病死 有的那個病死等等等等 那 因此呢 打氣就降下來 特別南部 他本來染疫的人就不多嘛 高雄本來沒幾例啊 高雄原來是小巨蛋 現在小巨蛋那個戰撤掉了 撤掉了 根本沒有人就戰撤掉 說呢 這個醫護人員 比那個去打的人多了 看到沒有 整個都空蕩蕩的 這個高雄 那陳時中說呢 我們低於南韓 死亡率低於南韓 那蘇毅仁說呢 不要只講利大於弊 所以指揮中心說 他去打吧 因為利大於弊啊等等等等 蘇毅仁說應該解剖 趕快說明來直選 他以他當時的例子 因為他到底什麼原因 指揮中心是說 你70幾歲80幾歲以上 平常每天就死200個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這幾個又怎樣呢 本來就是200個啊 但是這你講啊 家屬不這樣想啊 這200個可能是已經握病 在床很久了啦 或是已經用呼吸器啦 這些人是能夠去打疫苗的 他現在打疫苗都是很 比較遠的地方 比較空曠地方 很多是室外的地方 他可能要 要走滿長一段路 或是要搭滿長一段車 到那裡去 表示他健康還可以啊 他就算推了輪椅 有人推他 也表示他可以出去啊 他不是馬上叫死的啊 那打了疫苗馬上就死了啊 那你說有沒有直接關係 你說我們不打疫苗 他可能會死 家人一定不這樣想嘛 家人一定想說我們好好的啊 對不對 明明好好的啊 早上還吃早飯啊 跟我們都很好去 打針都很好 怎麼回來就死了呢 所以家人一定會這樣想啊 所以指揮中心講的就是說 我是一個數字 多少年齡以上 每天平就死多少人 所以你也不過就數字之一 家人絕對不這樣想 所以那怎麼辦呢 很多人就不打了 但是都不打也很麻煩啊 那都不打 現在會不會 能不能產生集體免疫 而且認為說 高齡的 甚至有慢性病死的 本來就是比較容易染疫的嘛 那你也不打了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也有 他們講啊 好像是張上淳講說 如果你真的有三種病 或是你身體真的不好 很敏感的 就不要打算了 免得到時候啊 未見其力先受其害啊 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每一種疫苗啊 打疫苗 有史以來 每一次打一種新的疫苗 都會有同樣的現象 這是很困擾的 而且很難解釋 像柯P講說 原則上還是要打 那我請問主持人 如果你家裡有90歲的人 你去問柯P 說我爸爸要不要打 柯P說 原則上還是要打 柯P是一個鐵嘴啊 白目的人 但是呢 以他IQ高達158的人 講原則上要打 這表示說 他心也動搖了 那陳時中講的話更好笑了 他說利大於弊 所以要打 什麼是利呢 他昨天講過 跟今天又不一樣 他今天講說 你打了以後 一旦得病 你的重病率比較低 所以這個是利 那弊呢 弊就死掉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重病率下降 跟死悄悄 這兩個怎麼能夠比呢 這個洋人就叫做 Apple and Orange 同各個橘子在比 所以我們台灣話叫做 XX比什麼 比雞腿啊 這個亂比一通 那我覺得 要同性質的這個標的 才能夠比嘛 理論上你要講 就是說我打了以後 我因為這個病 而死亡的可能性 跟不打的人相比 但是喔 打的人啊 他其實就今天打明天死 或今天打後天死 他的曝险時間 非常短啊 他打這個針 所得到的好處 非常短 如果你能夠活兩年 你打針如果有效的話 還有兩年的好處 但是他來不及啊 來不及想就死了 所以到底要跟什麼相比 那你蘇一元講喔 他是從他青年 他是解剖 他是病理學家 他講的是有道理 他是有 你死了 找出原因啦 我解剖我來看 但是喔 這個疫苗打了以後 會怎麼死喔 不知道 都不能不知道 他只能證明說 我開了以後 他有腫瘤 或他的肝癌破了 或他心臟的哪一條 堵了 所以打疫苗 跟這個無關 這個是很奇怪的 反證 而不是直接證明 說你打疫苗死了 而且你對這些 家族可以說 就是因為打得才這樣 對 而且你對這些老人家 心中有疑慮的 你說還要解剖 他更不要打了 喔 沒台沒錢 現在老人家說 他說沒台沒錢去打 沒打不死 這裡打下去 就死了死了 最好是幫他們打 看我們多活兩天 多活兩三天 這句話你不要聽他 這句話蠻鬆動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 現在最有力的說法 就是說根據這個年齡層的 背景死亡率 背景死亡率就是說 都沒什麼 他每年這個年齡層 要死多少 現在沒有特別高起來 所以這個就不是 但是這樣沒有說服力 因為這些人打了疫苗以後的死法 都是打得好好的 回來還可以吃飯 還可以喝稀飯 也跟大家再講話 忽然間在眾人家人的面前 哇 就死了 這個死法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很多類似的病人 有糖尿病 有高血液 有心臟病在起床 他們最後死的 很多都來得送醫院 都來得送 這些死人好像都死在家裡 所以叫猝死 對 死得很快 死得很快 說事出有因 但是沒有說服力說 這跟疫苗百分之一百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是這些病人 平常你講 如果你有糖尿病 有高血液 有心臟病 又在洗腎 通常他們活不過兩年 活不過兩年 多兩年也好 對 對不對 你這樣爭議 當然是兩年也好 但是問題是說 他任何時間都會死 但這種話你講出來 就是很冷血 很殘酷 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可活的日子很短 身體又不是很好 就不要打了 為什麼不要打呢 因為你得病的機會 其實也很低 都在家裡也不太出來 你得病的機會那麼低 所以你有25%的致死率 沒有關係 你倍成數這麼低了 你乘以0.25 還是很低 那你幹嘛要打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